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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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 それじゃあお夕飯作りに行くんだ ええ お泊りして明日は海かー よっといいなー だからも一緒に行きたい もう いいなー ん? 世界? 世界? 悲しみの ザ・ワールド 大の光 終わりもの過ぎた世界 とどめる すべを知らずに ただ僕は願ってた そう忘却も 悲しみの向こうへと どういうのを得ても,閉じてるなら やってるなら もうこれ以上 なにも感じなくてい 至于时间在你的时候发生什么 第一我不会食庭 第二我不是替人使者 我也不知道 因为看到滑Q 哎说错了 因为看到了阿诚的人间体 对就是人间体 好心的妍妍帮诚哥分离了一下她的人间体 然后和世界天台solo 并且抛根问底的看了一下她有没有小诚 有没有已经不重要了 反正你只要知道演演赢了就行 那么始于天台终于天台的故事也就此结束了 那么回归本期视频的正题 这么多期视频做下来 你们也一路看下来 当然了也有很多人想去补这不翻 想必想去补这不翻的人 大多数都是想去看下象棋打麻将学人数的吧 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你 原篇并没有这种情节 只是用一些暗示一带而过 别给我提什么六级版的 那已经不是一个层面的了 你可以把六级版理解为游戏剪辑版 就跟很多gara game一样 该有的画面都是要有的 但是只不过日在校园用的是动画 这就很厉害了 呃好像扯远啊 我们继续来谈这不翻 总之呢你要是想抱这种心态去看的话 我不推荐你去看 其实这不翻的剧情前半段都挺好的 但是到了后面就有点说不上来的乱了 你要说它乱吧 你要仔细看其实还不乱 但是我还是有点佩服诚哥后半段的跳跃式发展 反正在我这种月翻三年多的人看来就有点搞笑你知道吗 反正从第四集开始我都是笑着看完的 所以我推荐剧情党就可以看一下我前几期的诚哥传 补一补就行了 真的没有必要去看原版 那治愈党的话就没有必要去看这不翻了 这里推荐两部B站就可以看的 玄园孤岛和魔法少女小园 当然了你要是觉得这两部翻还不逮劲的话 你可以去看Happy Sugar Life和魔法少女网站 冲击力绝对比日在校园强 那么最后再来谈谈我对这不翻的看法 前几集还是有那种补完的动力的 但是到了后面就真的没有那个动力了 就是单纯希望诚哥死了 这部翻的冲击力要是放在2007年这部翻刚出的时候 绝对是有的 这种剧情这种题材这种类型的翻 真的是孤陋寡闻啊 就算是放到现在也是少之又少啊 我突然想到了一部翻给他观看田差不多哎 顿勇 就是上来憋得难受后面畅通无阻啊 只不过日在校园是把他集中在最后一集后半段 那么最后如果你有什么想看他是看不了的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给我推荐 那个缘分的天空之类的就缓缓吧 真的就有点极限一换一了 像寒蝉这样的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B站本来以前就有了 但是莫名其妙都下架了 你懂的一世界四龙奏他都没了 想看寒蝉的可以扣一世一一下 挺不错的一部翻 推理恋爱后攻翻 真的是推理恋爱后攻翻 不骗你们 当然有什么好翻想看我一期一期做下去的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里留言 不会马上去做的 我得缓缓 可能会更一下补班推荐或漫画 然后再去更新这个系列 真的日在校园看得我心累 那么最后大家可以加一下这个QQ群 让我们讨论一下关于斗漫和游戏之类的东西 就挺二次元对吧 算了我摊牌了不抓了 算我求救你们好吧 其实实在是太凉了 真的需要大家暖一下 如果想看以前乘客战 可以直接在我B站空间里看 那么最后灌烈贵求一波三连和关注 都最后一期了 有个三连不过分吧 那么先up PG 我们新的篇章再见 我讨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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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她 的想像是很小的 她只是 監督的花 她只要看着花群 detected 她是不准的 她 HLA 她 alpha 她 她 她是在 Engin 特 她 她本身 她也想到日 她老婆 她是去花群 嬉她 她是最好的